别人去荒野求生都是三天饿酒顿 而德爷却是一天吃酒顿 早餐是香喷喷的烤鲁鱼 午餐是外焦里嫩的海茄的 还有新鲜的寄居蟹作为下午茶 住的是270度全天窗的通透大床房 再泡上一杯小茶 隔壁被爷看了都要在弹幕上扣666 今天是德爷登岛的第13天 矮恶专家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火苗 这下终于能够煮一碗香喷喷的热饭菜了 德爷先是给自己煮了一壶奶茶 并且给他取名叫做霸王茶几 德爷喝完了一口之后便发出给给给的微笑 原来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蛋白质的含量不知道是尿液的多少倍 看到观众们从来没有喝过 德爷还专门和大家分享了茶的颜色 只可惜网络时代没办法传播味道 否则德爷一定会让正在观看的观众们好好地品尝一下 喝完奶茶 德爷又找来了一个椰子 将里面的椰肉煮熟当作早餐 又是充满能量的一天 接下来 德爷要考虑提升自己的品质生活了 每天这样光着定也不是办法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文明一些 德爷还是穿起了他心爱的草裙 还有在沙滩捡来的两只不一样的拖鞋 有了这些装备 德爷出发寻找更多物资 淡水资源一直是最让他头疼的问题 唯有稳定的淡水来源 才能保证他更专注地打野 德爷想起来之前他看到过一个很大的凹槽区 距离现在的位置有三公里远 那里一定会有很多宝贝 说干就干 德爷二话不说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潮湿的地方 30年的野外求生经验告诉他 这里一定有淡水 德爷二话不说开始往下挖 果不其然这下面都是水 只可惜这水的颜色太过于奇妙 好在这是百毒不清的德爷 他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对他来说这里面都是大补的微量元素 有了野生矿泉水瓶的加持 德爷一口气带回了两升的水 接下来 他又在路上找到了新鲜的茶叶 准备制作全新的霸王茶几 回到家之后 德爷发现自己的柴火准备少了 差一点点导致火苗熄灭 为了避免火苗熄灭 德爷准备了两倍的柴火 第14天 关键的挑战来了 有了精气神的德爷开始录制制作的过程 这次的食物可不简单 螃蟹海蛮加上飞鱼罐头 这个味道相当的哇塞 一口下去之后 德爷的一块腹肌合成了八块腹肌 食物不一样果真就是不一样 想要减肥的人 也可以按照这种食谱方法去搭配一下 有了八块腹肌之后 德爷很快就开始建造起自己的大别墅 他来到了一块宽阔的地方 砍下了一棵树 还好德爷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体力 砍下几棵树是没什么问题的 经过一番努力 德爷这边大获成功 时间来到第17天 德爷的大别墅才刚刚出现了雏形 再这么下去 等到挑战结束之后 德爷的海景房只能够成为烂尾房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出现 德爷加快了建造速度 每天忙完之后 德爷都会回到临时小窝里面喝一口霸王别姬 他相信这种来自于东方的神秘力量 能够给自己强大的能力 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德爷发现今天的海水质量很好 他准备抓一些大海鲜作为今天的晚餐 因为太阳过于暴晒 为了保护仅剩的一根头发 德爷把黄泥抹在了自己的身上 下海之后 德爷有了意外的收获 虽然抓不到什么鱼虾之类的好宝贝 但是30手的二手牙刷还是很不错的 有了这个牙刷 德爷再也不要担心有口气了 比起牙刷 另外一个大宝贝更让德爷高兴 因为这个东西能够给他当作枕头 第18天 德爷第一次感受到在岛上刷牙的喜悦 虽然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但是确实是有家的感觉 刷完了牙之后 德爷很快又回到了别墅建造区 没想到经过了一天的努力 别墅的屋顶居然被压弯了 看来还是沉重能力不够 想要支撑起这一切 看来还需要一根更大的木头 可是更大的木头需要消耗更大的体力 为了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德爷到海边抓了一只帝王蟹 只可惜帝王蟹没找到 他的私生子确实发现了不少 可是仅仅一只肯定是不够的 就在这个时候 德爷在石头里面发现了一只新鲜的海蛮 在石头的另外一边 德爷又发现了一只死了两年半的海茄子 最新鲜的食物要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 德爷把这些东西丢到火里面 不到两分钟就捡起来咔咔一顿啃 这些东西的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的多少倍 时间来到第19天 德爷这边终于有了全新的好运气 没想到昨天晚上竟然下了暴雨 看来德爷又有非常丰富的淡水资源 一切都是看老天赏饭吃 有了这么多的水之后 德爷在岛上活个十天八天不成问题 不过这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那就是他的海景别墅 总不可能等到挑战结束之后 还没办法住进自己的别墅去 不过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德爷也只能够做豆腐渣工程 他立马找来了棕榈叶 很快就编织出了一个简易的屋顶 五天过后 德爷在找椰子叶的时候 意外发现一个神秘的果实 虽然他没有吃过 但是顶着不怕死的精神 德爷还是好奇地尝试了一下 从他的表情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的味道应该不咋样 反正没办法让他发出给给给的声音 也许是因为这个食物激发了自己的灵感 于是德爷又回来找到了之前芋头的那个树叶 他以为根筋好吃叶子一定也好吃 没想到一口下去之后 德爷就像是触电了一样 那种感觉 就像是爸爸做菜的味道一样 想吐又吐不出来 这下德爷不敢再轻易尝试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岛上没什么值得挑战的美味 接下来的时间 德爷就是在不停搬运和吃海蛮的过程 而德爷的遭遇很快也引起了野山羊的嘲笑 从第一次在岛上看到这只野山羊 德爷就特别渴望能够吃一只烤全羊 可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就是没办法靠近 看到山羊嘲笑自己 德爷既无奈又委屈 好在有一只不怕死的寄居蟹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德爷第一次有了改善食物的机会 烤完之后 德爷很快就发出了给给给的声音 看来妈妈的味道又回来了 24天过后 德爷终于拥有了全新的栖息之地 德爷想要住进自己的海景大别墅 没想到刚刚躺下 却发现这个豆腐渣的工程质量太差 没想到屋顶竟然连自己的身子都遮不住 如果出现大雨 那么自己将会成为落汤鸡 没办法 德爷只能继续花时间打造全新屋顶 好在德爷已经习惯了上面的环境 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美食 有好吃的东西 德爷干活起来也更加有力 时间来到第29天 德爷终于制作出了满意的大棚 他终于从破旧的山洞里面搬到了海景大别墅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德爷惊讶地发现 这哪是什么海景大别墅啊 连海浪的影子都看不到 没办法 德爷只能够喝杯东方树叶压压惊 接下来德爷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